这个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全球最近有很多的大型会议 都是在用这种视讯的方式在举办 可是其实以我个人来讲 我会比较倾向就是要亲自到会场 去感受那个大型论坛举办的那个氛围 当然了在防疫上面一定会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在 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今天当人进入了那个会场的时候 那个周边的效益 以及你当下能够谈出来的一个共识 和你在整个视讯上面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今年真的是碍于疫情的关系 必须调整成为这个视讯的方式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是能够体谅的 那当然也会成为大家觉得比较美中不足的一个状态